反送中运动中至今超过7000多人被逮捕 那么其中未满21岁 曾经被关在碧屋陈教所的有34人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就爆料了 这些反送中的抗争者在里面被暴力对待 甚至因为唱愿荣光归香港而被甩巴掌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受到几名曾在碧屋监狱所还押 后来被保释外出的反送中抗争者的投诉 在监狱期间不断的遭到惩戒职员的暴力殴打和曼玛 当时问我身人背景的就是那个深蓝职员 他一听到我是政治犯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说 首先捍了我两巴掌 然后就很大声地喊 你现在是衰杂警啊 我老婆都是警察来的 你是不是要打我了 我就被人叫了出去 外面一个没有摄录机的地方 他就捉住我的头 用力撼到墙场上 练续撼到四五下了 不知开博训严会被动私刑 还有手足因为唱乐荣光归香港 被承接职员损了好几巴掌 我们就听左班的三财的员案 就叫做宣阿达 这个影片是AO1700 或者其中两个人 命令其他人要自己大大力掌持一巴掌 烂权的职员黄之锋要求成立兼宠会问责 香港反送中运动还没平息 但接下来恐怕还会面临更大挑战 21岁的救生员险家豪 承认去年6月12号参与立法会外的抗争 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 首都由抗争者承认暴动罪 显喜豪答辩前表示 考虑控防证据后才决定认罪 同时呼吁香港人挣扎 而刑期将在15号宣判 另外香港亲共势力再推基本法23条 中共人大香港代表吴秋北向中共提议 先将基本法23条纳入中共法律 再纳入基本法复检审 由港府公布实施 试图将中共国家安全法直接引入香港 我们当初就是被政府打压 这个政权去打压 所以才走上街头 其实某一个懲教署 是不足够可以打压我们的 不说真的 我拍片其实我也很害怕 为了一些还在里面的手足 也要站出来 告诉大家 到底大家看不到的世界 是多么流曲 单纯是要改革我们看到的东西 以往我们不愿意看 或者假扮看不到的地方 我们都要正视它的问题 不少香港人依旧勇敢发声 而国际上由路透社摄影师拍摄的 一系列香港反送中抗争照片 呈现出港人争取自治权 与中共对抗的景象 获得新闻界奥斯卡美名的普利子奖 这也证明国际上仍高度关注香港 新唐人亚特电视张云如 台湾组合播导